在这个单元,我们要看两个函数相乘相除的微分公式 我们先看乘法微分公式 The Product Rule 两个函数F乘上G之后求导数 等于F'乘以G加上F'乘以G' 这个公式的意思是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 可以写成前面这个函数的微分乘上后面这个函数造超 加上换前面造超后面这个函数的微分 这边要请同学们注意 如果两个函数相乘的微分公式 千万不要写成 F乘以G的prong 千万不能写成是F'乘上G' 加法跟减法可以直接拆开 可是乘法没有这样的公式 所以这个地方要请同学们小心 乘法的公式必须是前后项轮流为另外一项照超 然后再相加 我们看一个例子 要求Y等于3X-2X平方乘上5加4X的derivative 也就是我们要算DYDX 照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两个相乘的微分等于各自微分以后再相加 也就是前面这一项先微分 后面照超 加上换前面照超 后面这一项微分 这时3X-2X平方的导数可以写成3-4X 5加4X照超 再继续加上换前面照超 后面5加4X的微分只有4 这时在分配率展开 相加合并得到DYDX等于15加4X-24X平方 看一个乘法公式的应用 假设F等于X分之1加1乘上X-1 我们要求它的derivativeF'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X加1 我们先将它改写成X的-1次方 所以题目F可以写成X的-1次方加1乘上X-1 两个相乘微分 利用乘法公式等于各自微分以后再相加 所以前面这一项线微分为 就是-X的-2次方 后面X-1照超 加上换前面这一项照超 乘上后面这项X-1的微分就等于1 这时我们将X的-2次方改写成X平方分之1 所以第一项可以写成X平方分之-X-1 后面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我们将X-1次方改写成X分之1 加1照超 经过通分整理后得到F' '√x'等于x平方分之X平方加1 看两个例子 我们要求这两个函数的 derive 导数 A小题 Y等于2X乘上X平方加3X 我们还是把这个题目看成两项相乘 这时候利用乘法公式 前面先为后面造超 加上前面造超后面为分 这时前面的为分就等于2 后面造写 加上换前面造超 后面X平方加3X的为分等于2X加3 这时候展开和并整理得到DYDX等于6X平方加12X B小题 Y等于2乘上X平方加3X 这个题目请同学们注意 虽然题目是2乘上X平方加3X 题目看起来好像是乘法公式 可是因为前面前面这一项乘的是2 实际上2是一个常数倍 所以我们在求导数DYDX的时候 常数倍2其实是造超的 我们只要对X平方加3X做为分就可以了 这边我再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常数倍2是造超 前面A小题的时候 2X就不可以造超 在B小题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将题目看成是乘法公式的应用 所以乘法公式告诉我们 2乘上这一项X平方加3X的为分 我们可以将它写成 Y'可以写成是2的为分乘上X平方加3X 加上2造超乘上X平方加3X的为分 也就是乘法公式所说 轮流为相加 可是注意到2是一个常数 所以2的为分其实是0 0在乘后面这一项 结果还是0 所以直接就写成2乘上X平方加3X的为分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如果以后碰到是一个常数倍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常数倍造超 对后面这一项为分就可以 因为前面这一项是0 再回来看B小题 这时X平方加3X的导数是2X加3 所以划减后得到DYDX等于4X加6 这两个小题 其实主要是要请同学们注意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乘常数倍的为分公式 什么时候必须要用乘法的为分公式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A小题 刚刚在A小题当中 我们是用乘法的为分公式做这一题 其实这个题目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写在这里 首先我们先看题目 Y等于2X乘上X平方加3X 这个式子两个相乘因为很简单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它展开 变成2X的三次方加上6X平方 这时我们再来算Y比方 我们利用到的就是加法的为分公式 一项一项为分 所以第一项为分 3搬下来 236乘上X平方 加上这个地方2搬下来 得到262X的一次方 马上就可以得到 刚刚A小题算出来的答案了 因此我们可以做这个题目的两种方法比较 如果你可以先将题目重新整理后 比较简单再为分 那我们就可以毕掉用乘法的为分公式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两个相乘的为分公式 F乘上G的为分 等于F'乘以G 加上FG' 现在我们要把它推广 三个相乘的为分公式 三个相乘的为分 跟两个相乘的为分公式很类似 也是其中一项为分 另外两项造超 再将三者相加 所以F乘G乘H的为分 可以写成F'乘上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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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 三的相乘作为分 照这个公式 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这三项 轮流为 再相加 第一项的微分是3x平方 后面两个式子造超 再加上 第二项5x平方减1的微分是 10x 头为两项 造超 再加上最后这一项的微分是 4x3次方加10 一二两项造超 我们就得出 Y'的值 这个Y'请同学们自己去化检出 最后的答案